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親愛的兄姊妹 早晨 歡迎大家來參加五月份的第三個主日的崇拜 雖然在下雨的早上 但我都能夠舒舒服服的 在我們自己的家中來敬拜神 這個對神給我們一個特殊的印典 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幾個家事的分享 首先呢 就是請大家為今天下午兩點鐘 掌執會的例會來祈禱 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會議都會討論到 教會在暑假當中和暑假之後的 教會的方向 所以請大家為一群掌執門所需的智慧 還有呢 這個眼光來討告 我們能夠為教會做最好的決定 第二呢 就是退休會的問卷 明天就截止了 如果大家未填寫的話 請重速點擊這個連結 去到填寫 在退休會的籌備委員會 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見 讓他們知道這個 今次的退休會做得怎麼樣 有什麼可以改善 也能夠幫助他們籌備明年的退休會 第三 大家都相信都聽到 政府已經有開放禁制的計劃 雖然我們所關心的當然都是教會 但是呢 其他的生意啊 餐廳啊 辦公室啊 都有不同程度的開放 請大家為BC省政府所需要的智慧來祷告 也都為這個疫情的傳遇來祈禱 講開講呢 明天是這個公訓假期 我們省的首席衛生官Dr.Henry 都提醒大家 如果不必有的話不要外出 所以不要因為天理好 就一家大小去沙灘去海邊 去花園去海邊去玩 因為呢 他說明的 如果過了Long Weekend之後 這個疫情的個案上升的話呢 他會收回所有的所謂放寬的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不必有的話 不要外出 就留在自己的家裡 或者在自己的後院 跟小朋友吃一下夜餐 那就算了 少不免就不要外出 盡量和你控制這個疫情 那麼 好了 接著呢 政府放寬對教會聚會的影響 我們都還在評估著 到底政府的放寬對我們教會有什麼影響 還有按照我們教會的限制 我們的空間 我們聚會的密度等等 要做很多很多的評估 所以請大家都為 在掌執會一間會議祈禱 如果有什麼改變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電郵 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如果大家對這些事情有問題的 你可以打電話來辦公室 基本上除了放假之外 星期一到星期五 九點鐘至十二點鐘 辦公室一定有人在那裡 所以請大家可以那個時候打電話來 就可以打聽到教會不同聚會的發展 最後一個好消息跟大家宣佈 今天有英文堂的范牧師的兒子 Jeris 已經畢業了 神學畢業了 他現在也在Bernaby的華人宣佈會 來做一個實習 希望大家為他高興 為他開心 也可以把個人的電郵 寄給范牧師恭喜他 也為Jeris祈禱 求神幫助他這次的實習 讓他成為一個好的開始 將來呢 能夠為他奠定 一個侍奉的好的基礎 那麼我們報告就是這麼多 我們奉主義的名 開始今天的聚會 我們會用詩篇八十四篇 第十至十二節 作為我們今天的 宣朝的經文 詩篇八十四篇 在你的願宇住一日 聖誓在別處住千日 寧可在神殿中看門 不願住在惡人的帳篷裡 因為耶和華 神是日頭 是盾牌 要試下恩典 恩惠和榮耀 他未常留下 一樣好處 不及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萬鈞的耶和華 倚靠你的人 便為由福 請我們同低頭密討 祝福 詞曲 詞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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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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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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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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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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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